征世还用征东将 英雄 逐写新传旗 各位 两句念白 我们就开始了 涉丁山征世这个故事 话说 在大唐初年 因为东辽犯境 所以正观天子李世文 带上应梦言臣涉人鬼 历经十三年 终于平定东辽 这位应梦言臣世人鬼 由他得了九牛二虎之力 然后补主东征开始 十三年来 十足十就好像后来的孙孔 补唐三藏去取西经一样 补主大唐天子 一路上 在征东的战场上 都不知立下多少的汗马功劳 又受尽多少的委屈苦难 终于可以奏外还朝 还被封为平尿皇 谁知后来 因为被皇亲李道中陷害 几乎连命都没有 幸好 军师徐茂公 就用李世文三年前的一道舍子 救回薛仁归的命 但是从此 薛仁归的大功臣 就要贬为书民 这个决定传到朝堂之上 程咬金他们听到这样的处置都很不服 说薛仁归已经遭了这么大的委屈 明明皇上把权交给你徐茂公了 你为什么不用他官复完整 或者把这件事审问清楚明白 彻底追究到底是谁 陷害侍人归的 反而就这样一句话 要把他削职为慢 就这样选 这对侍人归是很不公平的嘛 但是徐茂公微微一笑 她说 你们不要议论纷纷 这件事 这样做现在是最对的 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做 现在我不说 尚言说得好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总之现在你们应该回去的 大家不用担心 到时候不用多久 舍人归一定会重新出现在朝堂 你先回去吧 说完之后 虽然大家都一头无水 很难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 但是跟着 徐茂公都不理大家了 慢吞吞就走了 程咬甘地仔细想想 唉 怎么也好 如果按照这条罪 舍人归是犯了这么大的罪 補回一条命都已经不错了 这件事是真还是假 那是很难说的 如果你现在一定要追查下去 那就是要直指皇上阿叔 皇叔李道宗 他已经死了女儿了 你现在还要查他 皇上肯定不答应了 留下这个心病 你说舍人归就算在朝堂上 李道宗看到他督眼督鼻 李世民也觉得很不安乐 整天都好像欠了李道宗那样 你说再搞些什么事出来 到时候 斯人归就很难翻身 又或者很难保下一次 那道射纸就能保不保得他的命 现在暂时能保得住斯人归的命 所谓留得青山寨 哪怕没有柴燒 其他事情到时再算 大家商量成这样 亦都各自散去 这边李道宗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嘿 当堂 鼓到整道气 顶着几乎暈了过去 那张人听到这个消息 亦都立刻走过来 王爷 为什么会这样呢 李道宗就把徐茂公回京城 又跟皇上求情的事情说了一次 张人说 哎呀 这就糟了 哇 很快就要把斯人归放出去 这些叫做放虎归山 嗯 将来 那只老虎还会伤回我们一口 哎呀 倒是你揉上那些屎脚了 现在我女儿死了 还要见到一个仇根 但是怎么办呢 嘿嘿 王爷 我呢 有个办法 喏 前一阵你看着天怒门 就不让人和斯人归送饭 现在呢 你一回到皇府不再看天怒 听说情咬金秦华 如果他们就轮流 和斯人归送一些好食的东西 进去 那我就可以趁这个机会了 他还糊里糊涂 我又扮成跳贱虎的人 炸底和他送饭 只要我们呢 在饭里放些毒药 他吃了 实听没命 这样 将来那些人踩上来 都会说跳贱虎的人 拿了饭进去 就算将来有人怀疑 总之呢 我们怎么都不认 他都耐不了我们什么河 李道中一听就说 好好好 这个主意妙极妙极 不过用什么弱好呢 最重要是不要即时发作 慢慢等他死 那才没那么容易撕移 放心吧 王爷 我准备和他 落那些八步断长散 嗯 好好好 嗯 你一于呢 就和他落了这只药 到时候 我看你舌人贵 又没命 于是将来 将人准备好毒药 真是化妆成跳贱虎家人 那样 在饭里面 拌了那些八步断长散 拿着个饭腩 离开王府 直奔天奴二丽 但是 这条街 的确 这条街的确独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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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命 议论纷纷 大食王 终于走了 将人扑了个空 什么回事 就很奇怪 原来 徐茂公当日 散朝之后 就马上派人 去和八家御总兵 说明 他说 我终于将情求下来了 现在将虽然贵交给你们 那大家就心满意足 应该回哪里就去哪里 大家一定要听 从军师吩咐 将带来的兵 全部带回原地 大家就当什么事都没有 跟着 徐茂公亲自留银环说 虽然贵 我很快就派人送他回来 你 就要一起带回女儿 回到山西江州府龙门苑 到时候 涉人贵虽然 没了着围 但平遼皇府 皇上还是不会收回去的 你们照住在那里 不过 不出三月 你们就要这样 这样 依稽而行 记住了 柳银环听到心就明白了 就说 好啊好啊 我们一如这样做 总之 遵循军师吩咐 于是 徐茂公暗中派人 留夜 将涉人贵 摘了出来 这件事 他们哪个都没有说 反正 皇上的赦旨 已经出了 至于 要涉人贵 是不是真的在天牢里面 住了一百日 也没有哪个深究 当晚 徐茂公已经派人 立即 立即将 涉人贵 摘出周清的营地 第二天 八家御总兵 偷偷退兵 涉人贵 也和柳银环 他们立即 回到龙门园 所以将人 这样才扑了个孔 将人知道之后 生得咬牙齿齿 但也无可奈何 只要等好机会 再找涉人贵的晦气 好了 涉人贵 刚刚走了三个月 这一日 皇上是五监三点 三六九大潮的日子 李世文坐上八宝金联殿 文武百官一齐上前朝见 落座之后 内侍臣手捧皇上圣子 大声说 皇帝照约 文武百官有事出班 早就 无事卷念山朝 这个太平年本来是没什么事的 大家就将日常那些 哪里运河已经作完 哪里可能需要减负 哪里有捉又需要震制 一一品咒完之后 就准备山朝了 怎知 还未山朝的时候 忽然间 有个内侍臣急急地外边跑进来 我主万岁 有一封边关送来的紧急接报 请主公龙木遇纜 接下来 内侍臣 就把那封信 递上来 捧到书岸上边 李世民 把那封有火七封住的信打开一看 他不看 尤志可 一看 哎呀 当同怒到他双手都震了 原来这封信是由戒牌关那边传过来的 不单是边关的告急文书 里面呢 还有敌国的一张战表 这张孙战表是西梁送过来的 西梁王子 现在正是大军攻打戒牌关 要抢夺大同的江山社绩 不过这封孙战表里面写的东西 李世民看完就有些不解其意 封信写着是什么呢 只见那封战表写说 曉遇我而李世民 如果你听我良言双犬 将罗通全家打入囚车 装入木龙 戒往西梁 信我意的 那我们一戒牌关退兵 不过以后呢 你就要岁岁来朝 年年向我们清神进攻 如若不言 我们就即时打入戒牌关 和你决战长安城 将他移为平地 以报祖父之首 西梁兵马大元帅 蘇海蘇宝彤 李世民看完这封战表 那当然有点生气 但这件事有点不明白 这个西梁元帅 和罗通究竟有什么仇口呢 他居然要将他全家都打入囚笼 这个是什么人的 于是李世民就叫了军师上来 对徐华公说 徐皇庆 西梁国造反 兵至戒牌关 戒牌关呢 就是从紧急的情报 马上送上来 里面就夹杂着这一道 敌方的战书 是西梁送过来的 但上边的说话 朕真的不解其意 这个蘇宝彤 和罗通他们到底有什么仇口呢 徐卤公接过来一看 万岁 你真是贵人多忙事 这个蘇宝彤 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我真是不知道 你想不想得起 当初你还是做太子的时候 先皇高祖李渊 命你为元帅 带着大家在南征北展 当时天下纷乱 十八家反王之中 有六十四路的烟尘 其中一个后汉王 叫做刘克达 刘克达手下一园大将 姓蘇明烈自定方 他是刘克达的兵马元帅 夸下马掌中都 都算是能征贯战之将 那时候主公你想收服他 但是他你不记得了 这个蘇海蘇宝彤 就是蘇烈的孙蘇奉之子 李世文一听就更加糊涂了 我记得的 我记得这个蘇定方 他归信我大堂之后 浸封他为习国公 而且对他一向都不错 为什么他子女会流落西梁 现在又带头做饭 万岁 所以你真的不记得了 上当初 我的结拜兄弟罗成 在周西坡乱战串身 震亡姜祥 他死在哪个手里面 就是死在蘇定方的手里面 那时候蘇定方保了刘克达 知道罗成最厉害 刚刚罗成曾经被贬官为民 后来当时的大太子李建成三王子元吉 因为杜恨你南征北战立了这么多功劳 他们都请命出战 这两个大草包 当时和刘克达出来打 连打连输 才借来罗成 又因为杜恨罗成勇猛 怕着他立功以后 就不再服他们的管车 于是就定下毒计 要害死罗成 他们紧闭城门 要罗成杀骗四门 将蘇定方的人头提例 才开城给他进去吃饭休息 罗成似乎叛死杀敌 蘇定方也不是他的手脚 他就定了一条路 将罗成引到周西坡 等他马涵冤泪之后 乱战将他射死 罗成当时只带着一个老仆人 罗宗 他抄着敌兵切走之后 将罗统的父亲 我兄弟罗成的尸体 运回山东 交给我二哥秦叔保 所以 可以说罗成就是写在 蘇定方手中 后来 我们平了刘克达之后 这个蘇定方 眼看着大唐又要一统江山 于是就道阔归顺了主公 那时 你已经登基坐殿 而且蘇定方率兵头成 又献官归行 你呢 就将他封为习国公 以前罗成的事就丐不追究 他后来有两个儿子 长子就叫做苏林 第二个儿子就叫做苏冯 罗通当时年幼不知道这件事 后来 你被困木阳城 我四弟程咬金回朝班兵 朝中呢 就想不到找哪个挂印为帅 决定在小教场比武 罗通那时才十二岁 一心想做这个元帅 为国家报校立功 但他这样子 想起来罗成的死 心都寒买 但是就将罗通锁在房里面 用棉皮 将窗口啊门啊 全部都塞住 等他呢 担午时间就去不成教场比武 罗通睡醒一觉 看到天还未光 一团七黑 本来他还不知道 时间已过 怎知呢 就听到教场那边 鼓声齐鸣 天一早就光 罗通这样才知道上当 马上把棉皮拿下来 打开门走出去 他连衣甲都没有穿 披头散发 直奔小教场比武 结果 一众英雄都不是他手脚 他就把二路元帅 搶到了碎人 他回来的时候 和阿妈和阿嬷说 我已经拿了二路元帅的碎人回来 你一次可以大兵为国立功 一家人听到一齐哭起上去 他阿嬷就说 乖算 你想为国立功 其治可家 但是 你不知道其中情形啊 唉 现在你既然做完事了 大兵打仗 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等你出兵城外 两国未交换的时候 你将情有金 请入形象之中 问他 你阿爺 和你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如果告诉你 那就算了 如果不告诉你 的话 那 就一于跟他说 我已经 讨告了阿爸和阿爺 如果你不告诉他真相 那半夜他们化成丽鬼 就来抓你 程咬金最怕神鬼 一定会把老实话 告诉你 罗通记住这件事 后来点仗出兵之后 苏林苏讽 就是他的压良官 罗通十二岁 身为二路元帅 就令兵素北而去 人马还没去到北国 罗通就找个地方 扎刑安寨 吃完晚饭 罗通就把程咬金 请入帐中 就问 程伯伯 有件事我要问你 程咬金就说 袁帅你到底有什么事要问 我问你 我爹和阿爺 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下程咬金真是整个黑贼 罗通一下他说 你如果不告诉我 我已经讨告我爹 他今晚就会和爷爷 一定会半夜来找你 程咬金一听 嚇到他这个人 天不怕地不怕 但是自从落完地獄 拿到宝库之后 就开始派神鬼上来 即是说 哎呀罗通 他们如果来找我 你怎么知道的 昨晚我发了个梦 梦见我爹和爷爷 他说他们死得很冤屈 要我和他们报仇 我就说 怎么和他们报仇 仇人是谁 他们就说 你不用问我了 就问程四伯伯就知道 如果他告诉你 那就算了 如果不告诉你 今晚 我们就 一如将他租入 因坚对质 程咬金一听就说 哎呀 哎呀 罗通啊 你千万叫你爹 和爷爷不要来 我总之我全部都说了 于是程咬金 把实话全部都说了 给罗通听 而且 还扔出一个纸包仔 当着罗通的面 打了一个纸包 里面包了一支 凋零箭的箭头 那箭呢 还有几个度勾的 染满血迹 另外一个包呢 就包了百多支箭的箭头 你看一下 这支有盗勾的箭 那就是当年 刘克达带领人马公 北平府 他手下的兵马元帅 就是苏烈苏定方 两军阵前打了仗 你爷爷北平王罗毅 武毅超群非常厉害 苏烈不是他的对手 他就走了 他在前面走 你早会在后面追 苏烈用拜中取胜之计 回马射了一箭 你祖父也避不开 苏烈的箭法也好 刚刚好就射了他的眼 打完仗回来 要拔这支箭 一拔 你爷爷眼珠 都被箭上的盗钩拔出来 跟着他疼痛难忍 起箭而望 罗毅呢 就是这样写苏定方的这支箭手下 跟着你爹罗统是我的结拜兄弟 被刘克达苏定方定下计策 把他握到西北坡 乱箭全身而亡 伸中一百零三箭 这些箭头 我全部都保留下来了 你爹和爷爷 都是惨死在苏定方的手下 但是你爹死的时候 你才误水 皇上有外仗之癖 觉得这个苏定方有勇有谋 他后面归顺大堂 皇上就将他封为习国公 本来你这些事我不敢说的了 怕你找回人晦气 这就不好了 但是 想不到你爷爷和爹 会犯到这样的梦 我一于跟你说 不过 无论如何都好 你身为元帅 要以国士为众 千万不要乱想东西 程咬金说的时候 他心都已经有点担心 因为苏林苏讽 就是苏定方两个儿子 现在他是罗通的压良官 如果他出了事 到时候还得了 罗通听完之后 哇 把火啊 当堂就升了上来 阿妈和阿妈 怪不得不让我去教场 那里比武奪印 和我说 奪什么印 你祖父父亲的仇至今未报 我再问他们 他们一于不说了 阿妈就和我说 要我问你程四百父 原来这样的 我们和苏家有深仇大恨 此仇不报 枉为人 罗通这样一说 程咬金就更加害怕了 喂 罗通 那 现在你才十二岁 像个十元仔 不过呢 你做出来的事 又不是十元仔做得到 你罗家武艺超群 你从世读书练武 所以文武奇才 十二岁挂着这个岁人 这个光宗耀祖之事 但是呢 你身为元岁 就应该有广阔恐襟 现在你正是孝法父亲 为国尽忠之事 我们大唐天子被困穆扬城 功高莫国救价 我们救价紧要啊 程咬金这番说话一说 罗通的人很聪明的 他马上就不再哭了 啊 没错 我怎能为自家私仇 不博家大事呢 四百父你放心吧 于是他就把程咬金 劝回自己的帐篷那里 然后自己回去休息 实际上哪里睡得着啊 回来回去 还在想着这件事 第二天 罗通刚刚升仗 就要兵丁进来品报 说苏林苏凤已经押送梁草运到 罗通就不听由自可 一听都说苏林苏凤来了 哎 当堂把火又升了上来 想起昨晚的说话 好 我一言呢 今天就要拿你苏林苏凤来开极 他即时升仗 要苏林苏凤来报道 苏林苏凤呢 和罗通都是御书房的学生 和他一起骑烈马拉压工 彼此之间呢 原来关系都不错的 今天做了他的压良官 两兄弟都很高兴 觉得 和这个兄弟一起 哎呀 总之到时候有功立有仗打 大家都很开心 就是了 所以罗通一叫他们 两个一起进来了 罗通一见到那两个 哇 当堂双眉到处 苦目缘争 两兄弟见到罗通 怒爆啊 那样都很奇怪 哎 袁瑞 不知叫你进来 有什么吩咐呢 那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